G2 队伍 G2 队伍是比较特别的队伍 就是他们可以在一个赛区里一年全部拿下冠军 然后 MSI 也拿下冠军 然后还能做到决赛 世界赛的决赛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应该这一年都努力了很多 昨年我们也有欧洲对中国的决赛 但我感觉到 IG 都比较前一步 而且他们也不会在游戏或决赛 我感觉到这一年是不同的 我感觉到我们在欧洲比较强 G2比较强 那一年我感觉到 FNATIC 比较强 我感觉到 FPA 比较强 他们比较强 他们在游戏决赛 我感觉到 FPA 和 FNATIC 对我来说 哪世界赛总冠军 我觉得有很大的意义吧 首先 Rookie选手之前采访的时候也说过 我们是老对手 然后我们在 FPA 打了很久 但Rookie选手的话 他已经打过世界赛的冠军 还有自己的皮肤 但我的话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也没有进过世界赛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是真的很有机会 我也定一个皮肤 然后哪个世界赛的冠军 是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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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的核心是要他 克雷德跟雷茲的錯位效果 嗯 胡笑人踢到搶河蟹 河蟹是沒有搶到 Yankos吃到了 右方位CRISB已經過不來 但包含拉神還是選擇要守到底 胡笑流雲踢在臉上 小天只有五等 Yankos沒有重擊耶 一口咬出腰咬下 但後方的進場 Greven只是控制了後排 直接把CAPS給帶走 右方虛弱留住了PUMS PUMS往前滑 龍卷風吹不吹得出來 吹得出來 但沒有大跌 只有五等的壓述 直接被林葵翔給射倒 Double Key喔 我覺得G2這一波 他開龍在幾個環節上 都有點太急 第一個是自己的下路雙人組 都還沒有上溜 再來是 阿卡莉其實是沒有TP的 反而是克雷德TP的位置 其實這裡如果過來支援的話 FROM PLUS在整個會戰位置都佔優 然後加上前面下路的對線 可以看到PLUS他已經交一個虛弱 所以在整個技能組上 還有包括位置上 G2這邊 他開的是 然後現在因為中路一直都是有 CAPS在壓著Doing Beat的情況下 他們要去創造一個 五加二的機會是蠻有差的 差的差一點 直接被打下 馬了王德趕緊走 最近世界是領先的很多 抓到了 直接踹到胡椒龍一臉就踢上去 上吊起來 往右邊走的Yuncles 被針對後面是加里奧的道場 做保護點燃下去的CAPS 幸好是將所有的爆彈給射完 才有第二次回跳的能力 所以不應該去抓一個 沒有TP的這個點位 要迫使可能軍共他在 這邊直接交虛弱想要打 要凶一拍位 殺手本人的林偉翔拉開了位置 Pug只是來回的滑動 劃出了自己的風 這裡在14分鐘以內 都可以繼續把這個經濟 就是捅給林偉翔 這直接丟 下路蜂龍如果也被聽到 方PLUS就可以直接拿了 炒到兩個 炒到兩個 包括酒桶搭配了風牆 G2的雙招 直接控制了對面 後續是凱撒的狙擊手 我已經鎖定你 所以導致 視野上很輕易的被方法拿走 包括連這個浴室者 方法都在無損的情況下拿了 這邊好像想要留人喔 Micky要閃度才可以留 閃線叫閃線 後續反正Micky的位置非常危險 CAPS跳過來針對是Dewinby 不過剛好有個家裡又進場的位置 反而是Pug 一進場直接融化 趕到的小炮 CAPS根本沒有傷害的能力 正面被雷茲給Lose 跑了 這裡沒什麼 沒什麼那個 反駁的機會有沒有感覺到 G2就這麼接著打 然後人就倒光了 他們在該打的時間點沒打 然後在後續的會戰 竟然去接了 而且是有 我這個難度是很高 一定 牙速一定要飛 因為牙速是會最 應該說他要貼到凱撒 如果有時間摸眼被肚子給撞了下來 但後續神龍把牌還是踢了出來 B1被踢在了後排 直接被秒 想要繼續進攻 丁偉翔直接泰了球果在 在浴室者池裡面打輸出 換被迫小炮 這手被迫了 CAPS 右邊走 CAPS在前面被流出 只能趕緊手雷給動 完全被動了 他們的會戰開戰能力 真的是非常優秀 我看 這裡反應已經夠快了 他在 他這裡是在一個 就是盲 基本上是全黑的情況下 去拆這根眼位 然後 重點是克雷的這個大絕 他一開之後 G2的其餘這下面三個人 是完全不能去上面接團的 然後再來就是丁偉翔這個精人 直接BAT到對方的位置 那唯一只剩一個雅樹被控在那邊 雅樹這邊可以看到 他這邊大絕開出來了 但他根本不會痛 雅樹跟球筒的combo沒有掉 他都可以拉到很安全的位置 完蛋了 下路兩個 單人線在分推的資訊 其實已經被PX採握到 直接開BAT了 這個速度還挺快的 G2應該知道 但不太敢過來 就算知道還是得用 慢慢的一步一步探測 但看過來到一半BAT已經沒了 甚至DWINB開了一個車 針對了Yankos Yankos直接閃現過搶走 第二台車 赫雷德來後閃現 是直接針對了PX DWINB想要強殺 不夠的問題 非常的猶豫 所以連精人都沒補 可能針對了 嗚呦 我剛剛看起來好像是Kiss 好像是 對對對 好像是FUNPLUS這邊 最強的隊伍 甚至有機會逆轉 目前好像並沒有在 世界賽的冠軍賽 Lun2-3過 沒有 目前還沒有 因為唯一是那次3比2的時候 其實是SK你先拿2 你最好的情況下 我就只是針對一個兵營 右邊位置想強抓 針對的是 這一個輔助家裡喔 吃了一套傷害 家裡又怎麼看起來 撐很久啊 還有一個精人 後面FUNPLUS的人 就要包了過來 KRISPR活了下來之後 林蔚翔 雖然會被CAPS跳 直救殺本人離開 不過後面KRISPR也用大絕進去 稍微溝通的不良 輔助倒地 後面TP要來 雷茲開車準備坐 就沒有進入你之前 他選擇斷雷茲的大 但後續賣的人有點多啦 不會湊嘛 AX 這要一波了嗎 沒有 就是應該可以退拚贏了 中路的高地 拚贏塔 他們是選擇直接抓一個輔助 但從這波看得出來 G2的傷害真的非常低 他們基本上是所有人在OIN這個輔助 但這個 家裡都撐了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然後後續拉開之後 其實這邊 加利歐這個下去之後 G2抓到他 就已經算是 能夠做到的極限了 對 那這個TP一亮 是克雷德TP 其實在這個TP亮之後 可以看到G2的陣容 完全被拆開來 那後面這個酒桶 他好像是想要把雷茲斷掉 因為如果雷茲這邊成功開車的話 可能會瞬間把人帶到中路或下路 直接去推對方的高地塔 那這樣感覺酒桶一個人賣就好 其他人跑不行嗎 波方又回來被抓李星島 小天梅 但這裡可是方PLUS主宰的地方 林偉翔一飛進來 搭配了DOINB就直接把WONDER給秒 這裡還跳上去 遠路吸一口 想追但傷害不夠啊 傷害不夠 兩段的跳躍被車給跑掉了 反而CAPS的位置有點危險喔 大絕 炸彈亞速沒有選擇 跳起來右方位置 克雷德貼近了CAPS兩個約德爾人的單挑 小炮贏了CAPS不多在點 金空交起驚人等隊友的到來 CAPS知道不能打往上方逃逸 一個閃線 林偉翔在追CAPS也交閃 下方的對決是輔助打折打野 但看起來Yankos被迫只能 先一個認識飛躍 又被CRISB給貼上 嘲諷起來留住Yankos叫驚人 不過後面DOINB已經跑了過來 盤出是命中 但活不了 倒下了Yankos 這裡還在追 還在跑 但金空來了 拼一下 有個球果 走了 還有李怡心 我CAS還想逃 繼續拖時間 但被摸眼後直接擊殺 這個怎麼還在打啊 他也在跑 怎麼沒有變成輔助跟輔助 對決了 點燃下去但傷害不夠 CRISB一技能撞牆 讓WOD有機會進場 留住 但是幾條倒麻交閃 上門的天競 用上路的頭換掉了一個輔助 中路Yankos再度復活 但沒DOINB一套兩套的連續 嚕嚕嚕嚕直接倒下 連大絕都划不出來 一波近兩分鐘的團戰 等再一次的G2再直接的Ace 哇 這一波 有可能會直接結束喔 因為 死活 Yankos的話是完全沒有收塔的能力的 CAP在10秒後要復活 但是 以他的裝備來講 其實沒有什麼機會了喔 所以得推得很快 另外三個人 FUNPLUS也去 一氣呵成 主堡前雙腦都掉落 G2剩下復活的三名成員 眼看了自己主堡的爆裂 讓我們恭喜FUNPLUS 2比0 FUN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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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掌握了一個完美的 挺排局面 我只能說兩場比賽看下來 我們剛剛問的那個斷考問題 還是不要讓DOINB拿雷茲吧 對 不寫考卷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而且下一把有一個蠻大的問題 又是FUNPLUS選邊 對 FUNPLUS不出意外應該會選藍